今年的端午节有点不一样 今天我想做一个捡水种 不知道吃过的人有多少 又有多少人知道 做之前要去山上带这种 可以做捡的树叶回去 比如鸭掌木 我想问问你们 当吃到跟小时候一模一样味道的食物 味蕾识别到久别成功的踏实 那个刹那心会不会被融化掉 一个机灵没忍住 撕了眼眶 我有 那就是捡水种 今天当我咬第一口的时候 我的眼泪是在打转的 其实端午节也是我的生日 我智得上小学的时候 端午节只有下午才放假 回到家的时候 我爸妈他们做了一桌子菜 我记得有紫苏鸭 亮茄子 亮苦瓜 还有一个就是捡水种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 过生日是有蛋糕吃的 也没有这个概念 现在回想 种子就是我的蛋糕啊 虽然没有任何馅料 但那时候觉得特别特别的香 现在隔有二十多年都没吃过了 后来生活好了 每逢端午 大家都变着法子 把这只喜欢的馅料包进粽子里 做出各种口味 却说不清哪个才好吃 那个蛋糕我生活近三十年的捡水种 虽然没有任何馅料 但入口每一秒都充满滋味 久别重逢的味道 夹带着儿时过往 又浮现在脑海里 其实一直在克制自己的情绪 没有让他们看出来 真的很怀恋很怀恋那种感觉 这样做的捡水种 你们吃过吗 点个一千三年 告诉我 爸爸 怎么了 你不是要给我撒白糖 我都忘了 感觉有点像小精灵的帽子 小时候我们不就这样吃吗 你们小时候也是包着这个样子吗 不是包这种样子 但是就是撒白糖吃 爸爸好好吃 我光吃 好 这是你的魔法棒 蜂蜜会不会更好吃 让我试一下 好香啊 好可爱啊 这阿满手帮松的种 可以 爸爸我还要 你还要啊 你已经吃了两个了好不好 一个 再吃一个吧 好不好 好好好 他脚高 我给你都搞好 真的很好吃啊 好吃 好吃 好吃啊 好 好可爱的种子 尖尖的看小精灵的帽子 是吧 好可爱的